大家好,我是豆三岁 我现在是在加拿大曼省文尼波 具体位置是在曼尼托巴湖旁边的一个营地 最近有很多人问我来加拿大之前怎么租房 或者来了之后怎么租房 那咱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吧 今天正好收到了我们之前租公寓的索退的支票 因为我们之前是租到两室的公寓 那个公寓相对来说比较老吧 不过价格还是挺合适的 我的天,这有一只牺牲的黑牛 挠挠头为他祈祷 我们之前租的公寓只要一千多加币一个月 那我们是怎么租到那个公寓的呢 我们是在网上直接搜索的管理公司 我们是租的STAR6这个管理公司的 这个管理公司特别正规 也是比较大的管理公司了 为什么说涛涛正规呢 那我就先来给大家聊聊退租的问题吧 我们在那个公寓差不多租了两年时间吧 那个公寓是每年九月份重新签合同 积蓄就是一年 可是我们六月份搬走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是自己可以转租 其实也可以让他们转租出去的 其实我特别建议大家自己转租出去 一般我们华人转租的房子 大多数都是华人接手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特点 因为你在搬走之后很有可能 你的很多项目没有改成新的地址 邮寄的东西还会邮寄到老的地址里面 要是新的出客不你不认识的话 那就麻烦大了 有可能你的很多文件会丢失 所以说自己转历史的话比较好 因为那边的公寓特别便宜 所以说还是比较抢手的 我们挂出去三天就转租出去了 大的管理公司退房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专门有一个人会拿个单子 上面会标注这个房子有什么问题 比如我们当时的墙面上有一个洞 那是因为搬家具不小心磕到的 当时来收钥匙的那个人也提示我们这边有个洞 我们想肯定会扣点钱吧 这个也无所谓了 反正这个也是自己造成的嘛 因为我们当时是约的三点半交房 可是四点我们卫生还没打扫完 三点半他就直接过来签收了 我们东西还没搬完 他就把钥匙留给我们 说我们搬完之后把钥匙放信箱就OK了 这就是加拿大 一般他会主动去信任你 退出之前要清理一下地毯 这个你可以自己找人过来清洗 也可以让管理公司直接让他们自行清理 我们直接让管理公司自己清理的 价格的话是95刀 我们感觉价格还是蛮合适的 哦你要是转例子的话会收一个文件费 我们那个管理公司的文件费是收了75加币 这个是都有的 好了说说我们今天收到那个单子上面的费用吧 在加拿大的住房一般都是压半复一 所以说先退了半个月的租金 居然这半个月的租金还加了五刀的利息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的 第二个是收了我们95刀的清理地毯费用 第三个是收了我们75刀的文件费用 第四就是退给我们半个月的租金了 你们肯定问我那个洞是怎么处理的 令我惊讶的是一点费用没扣 在沙滩上跑了一圈 前来冲个脚吧 一般营地的话都有这种冲脚的地方 这就是大的管理公司的好处吧 其实我特别建议大家租这些正规的管理公司的房子 第一个管理员的反应速度是特别特别快的 比如你家水管漏水 还要把钥匙锁到屋内的 这些他们处理的速度是特别特别快的 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的 这都是我干出来的事儿 他们会定时清理管道 还有冬天少雪 所以说住着也特别特别舒服吧 因为很多事儿他们都会帮你处理的 退租也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也没有那么多撕逼的事儿 你要是租个人的房子 或者不正规的管理公司的房子 那退租可是麻烦就大了 有的不仅仅把你那个半个月的押金给扣了 还得让你多补钱 可是正规管理公司的房子不是太好租 第一你要有个稳定的收入 你要是留学生的话 你必须得找一个拥有PR身份或者公民的作为担保人 你要有工作的话 他会给你们雇主打电话 核实你的工作是否真实 一切真实的话 他才会把房子租给你 所以说这些正规的管理公司 审函是蛮严格的 这个是什么鸟 没见过 说了这么多到底去哪里找房呢 其实在谷歌上直接搜索就行了 要是租公寓的话 直接搜管理公司 要是租私人的房子 那得找我了 比如你想整住一套house 或者和别人合租一间房子 我这边都可以帮你找到 之前一直没有开这些业务 是因为我一直在找资源 今天都三岁的生活服务类 正式开始营业 有需要找房 接机 办理各种手续 还有各种卡 都可以找我 还有需要辅助DIY移民的 也可以找我 绝对靠谱 绝对价格满意 有想住公寓的也可以找我 全方位的为你们服务 好了今天就聊到这 有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订阅 好 我跟你说 谢谢大家